各位同學 你們好 我是Sheram Tran 我是現在BAFS 第一年的DSE 是否很擔心 很多東西又不太記得 很多東西又不知學校覺得 會不會過漏了 會不會學少了 在我今年暑假裏 我會和你開始兩個課程 第一個會針對中午時你學的課程 也是同學很害怕的課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經常說的很難的partnership 同學學學 經常說搭沉船 第二個課題我們會說 就是incomplete record 同學經常說 incomplete record 做來做去都incomplete 賣來賣去都賣不到數 在這個課程中 Ms. Jan會帶你如何去 明白背後的原理 再加上如何一次過 教你如何賣得漂亮的數 一次過賣到數 即是你的分數不A都會B 第二個課程我會介紹同學 可以去學的 可能在中四校期已經學了 亦可能已經不太記得 或者又不太明白的課題 四個課題 第一個課題我們會說是 bank record cancellations 這個課題同學很擔心 因為不知RED來做甚麼 第二個課題是collecture of eras eras的話同學經常說 為何我改來改去 越改越多eras呢 而control account 也是一個同學很擔心的課題 因為經常控制不到的課題 最後我們會看的課題是 如何一次過賣到 financial statement 上完我這個課程之後 我很有信心 和我過往的學生一樣 可以一次過快、靚、正 賣完所有數 取得一個好的成績 好的成績是甚麼呢 即是說不A就B 不A就B的話 你就可以入到你自己心儀的學系 考得上你自己想入的大學了 我們上次見